推掉一切工作 拒绝所有健身运动 闭关吃饭 达到理想的身体状态 需要舍个月吗 最难的 还是生活习惯的改变 戒掉最健康的沙拉 戒掉优格 戒掉早睡 戒掉早醒 戒掉那个 做个随随便便就放屁的自己 每一次吃饱之前 我都问我自己 到极限了吗 还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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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放屁 当你说你吃到饱的时候 你吃什么吃到饱啊 吃饭 那我跟他说 那你就吃面咯 当你说你吃面都吃到饱的时候 我说那你就吃蛋糕咯 练的饭 练的面 练的蛋糕 你都吃到饱饱的时候 那我们吃什么啊 不是回家哦 你们想下一餐要吃什么呢 其他人在训练 我在吃饭 其他人在派对 我也在吃饭 当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我还是在吃饭 这么甜 嘎 吃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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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饱